怎麼拜三太子最靈驗 適合當什麼職業的守護神 該有的準備還有禁忌 讓在地人告訴你 WOW 大家好 我是物思 感謝您收看我的頻道 這邊是聊成長與學習的內容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右下角點擊訂閱 台南市新營的太子宮 是全台各太子爺廟的開機祖廟 現在為台南市市定古蹟 今天是中壇元帥三太子的生日 也就是農曆九月九日重陽節 讓我在此為各位隆重介紹一番 我是在太子宮這個地方長大的 廟內有先名自泉州請來的太子爺今生 神教和銅治香爐銅鑼 據說自此分明出去的神尊高達三萬多尊 現在持續增加中 所以每年在九月開始到九月九日這段時間 從白天到晚上都非常熱鬧 信徒和隨鄉客 絡意不絕的入廟參拜 廟內幾乎也都擠得水蟹不通 煙炮聲響也同不間斷 南北二路一同來靜鄉慶祝的宮廟隊伍 排隊連連幾公里遠到處崩路 家家戶戶也都會招待伴桌請朋友來熱鬧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這個傳統習俗好像也越來越冷淡 最近再加上疫情的關係 有些人家都不辦桌了 廟的四周 圍滿了各種琳瑯滿目的商家 烤魷魚 大腸包小腸 彈珠台 色飛鏢等等 連阿伯賣的烏煉米會 都比各大超商便宜又好吃 還有很多機童 叫班 八加醬 七爺八爺等八加九 都會來參加慶典 放著最潮最流行的台客音樂 加EDM 還有大家最愛的電子花車女郎 記得以前讀書都會專門翹課去看 哪裡有就哪裡去 小朋友不要亂學啊 不知道是不是太子爺姓氏的關係 所以太子宮第一搭姓為禮 在這出生的小孩若是愛哭愛鬧 當長輩的 都會到廟裡求太子爺當棄子 神奇的是 真的都會變得沒那麼調皮一些 那種明顯度是當父母才感覺得到 長輩對太子爺的那種虔誠度 讓我小時候天真的以為 太子爺是萬能的 跟他祈求我也要玩鄰居手上的電動 答案肯定是沒有玩到 我就大罵太子爺 騙人啊 啊 信你幹嘛 連個電動都沒有得玩 結果咧 下場就是被我蛤蟆拿著 鼓掃把追著跑 做我不尊重神明要打我 呵呵 想起來就很好笑 三太子在台灣 被譽為最猛的林阿行 掌管五銀兵馬 以及斬妖除魔的責任 但個性上能偏向孩童 所以信眾在準備供品時 都會以甜食為主 比方彈珠汽水 棒棒糖 糖果之類 因為這些點心都是小朋友最愛的 那玩具會準備 模型車 彈珠 菠蘿 紅阿飄 需要裝上電池的擠的背上 不然三太子怎麼玩 那感覺就像給你一碗湯麵 卻不給你筷子 湯匙 只能乾爽而已 對吧 以上都是祝壽熱門貢品 廟宇大多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像是糖果餅乾 玩具車 廟房也會將這些東西 分送到育幼院與鄰近的親民家庭 讓愛心傳到每個角落 若是要準備生禮 絕對不能有鴨子 否則會犯了太子爺的忌諱 因為當初太瓢皮 抽了東海龍王太子的龍金 被四海龍王上告玉帝 最後為了避免連累父母之好 割肉還母 屁股還父兒自強 以靜玩笑道 而剩下的屈體被可愛的鴨子們 揪團群其保護 不讓圖鷹來主食 太子爺非常的感恩 所以生裡絕對不可以有鴨子 至於敗樂會發生什麼事 你可以試試看 我想啊 可能晚上都會聽到房頂上 有彈珠掉落的聲音 咚咚咚咚的 呵呵 太子爺在你房頂上玩彈珠 故意吵你的啦 還有 別來問婚姻感情 太子爺才幾歲 連異性的手都沒牽過 來問這個問題分明就是過分的點 別搞笑了好嗎 工作方面呢 一般從事海陸空等運輸業 還有運動員都很適合拜太子爺 太子爺腳踏風火輪 敏捷又迅速的形象 成為了職業駕駛們的守護神 有時在遊覽車或計程車上 都可以看見他的身影 祈求保佑行車安全 然而在職場上運勢如果不順 感到力不從心的時候 需要正能量與職場貴人扶你一把 來拜三太子就對了 這裡不只有太子廟 還有一所學校 太子國中 他比較出名的是籃球隊 以及結合了傳統元素與創新的 殿陰山太子 別讓太子爺紅到國外去 成為代表台灣民俗文化的代表 還有一所新興國小 早期有東江鎮的演出 現在好像沒有表演了 太子廟的廟頂上 太子爺持火堅槍 我握乾坤圈 身披魂天靈 腳踏風火輪 樹立廟頂 為全廟金神之所在 居高陵下看著大地 彷彿是在守護著這片篤地 據我所知到目前為止 高速公路上看得到太子爺同向的路段 尚未發生什麼重大事故 因為太子爺不分日夜的在庇佑大家 反倒是太子廟入口 比較常發生黃牌以上大型重機車禍 記得有次太子爺在廟裡突然降價 有提到這一事 太子爺說 我的風火輪身數只有120 現在的機車可以騎到兩三百 我都追不上了 我彈得保護 欸這個真的很好笑 瞬間讓我想到阿婆灣的幹狗阿嬤 這太子爺 這太子爺 至於三太子的一生 新舊廟的起源 什麼玩泥巴啦 掌飛彈 海扁 當各大媽祖廟的開路 先鋒關等等 常在報導這些我就不多說了 上網查熱眼 你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動動你的手指頭 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感謝收看